大家好,我是阿米,欢迎收看看话镜子阿米的阿米秀 十多个国家开始生根发扬,逐渐壮大 这里,就得特别表扬影响 比这些大品牌更早走出国内深入本土的品牌 Six Plus西普鞋的创始人郭涛·路易索 湖北级深圳创业者,品牌建设和供应链管理者 湖北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香港大学营销管理研究生 先后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进修 曾就职于日本螺木半导体与苹果供应商瑞生科技 一个学信息工程专业毕业后 做日本半导体做生卡的男人 竟然成为了过去七年在日本乐天 连续美妆品类排行第一的美妆品牌创始人 这个深耕日本七年的美妆品牌却是诞生于美国纽约 在创始人的脑洞开得比黑洞还要大的战略构思和稳健的战术推动下 居然完成进驻日本本土超过一千家线下渠道的壮举 大家好,欢迎回来看跨界界的阿米南美跨界 我们继续为你分析跨界电商的案例商机 今天是我们世界青年创业说的第五期 今天来看一个老朋友 6PLUS的创始人郭涛 6PLUS有什么东西会值得我们大到远的跑来深圳去做这么一期节目呢 我就一句话 牛逼 一个把跨国战术 运用的如火如荼的全球化本地多渠道的一个先行者 这个帽子有点大吗 有点大 那我换个词就是牛逼 6PLUS应该是算是应该快10年了吧 11年 11年 去年10年的时候就有做什么庆祝吗 有做庆祝 我办公室还有6PLUS当时应该是上一次过来应该是上一次去你的办公室应该是 四五年前了 在深圳北战那时候 然后还有一套的东西在放在当时是有个中电宝 后面还是已经美装刷 礼品套装 礼品套装 现在怎么样 怎样6PLUS 还活着 要那么谦虚吗 要那么谦虚吗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6PLUS的一个我们叫真的优秀之处 老郭 郭涛 湖北人 从做半导体到做苹果的供应商 叫 瑞生 瑞生 然后进入电商 进入换电电商 应该不是换电商 其实你用一开始就不是以电商的思路来做收入 定位还是美装 美装 其实是说你是一个全球的消费品 对 我跟大家补一下背景 就是6PLUS他一开始从美装 先是一个美国品牌 在美国占文奖以后 干了个事情 很多人是想了想不到 绝对不可能想不到 这家伙转头打日本市场去了 我记得你是16年跟我说起这个思路 当时有三个人跟我说是类似的思路 一个是6PLUS的老郭 一个是飞爆无人机的领海 一个是Apollo的Jerry 三个人 七年过去了 老林好像去转转赛道了 Apollo Jerry还在研究他高端定制的输出手 反而你这个套路实实在在做出成绩来的 美装我每天都要用 感觉有复购 复购 用户习惯没变 没变 我刚刚在外面看到老郭他们6PLUS的一个slogan叫 6PLUS is an attitude 美是一种态度 这句话怎么来的特别特别有意思 其实是跟腾讯学 跟腾讯学 微信他们学说微信是一种生活态度 是一种生活方式 那以后我们也想阿米花竟是一种态度 态度很重要 态度很重要 讲讲6PLUS现在整一个现状是什么情况可以吧 在中国 在欧洲 在美国 在日本 在日本 就是活着还可以 你有那么谦虚吗 我给大家补一下吧 从美国站完讲以后进入日本 日本现在鸟屋书店进入线下的日本的主流的美装市区道 对 不容易啊 花了多少时间才把这事情搞通 做了时间的朋友 这都第七年 第七年 然后我们是七年 乐天每年了一个年终大赏 连续七年是第一名 连续七年 去年是第一和第二都是我们 所以还活着 活着还行 第一第二都是你呢 什么时候把第三第四给搞了 给别人留点路 留点路啊 现在我们在日本高端的生活 美妆联锁我们有一千多家 然后下一步呢 我们准备把这个药妆也给它拓展一下 因为药妆数量比较多 要拓展到一万家以上 一万家以上 对 一千加万人次阅读 八百加万字 一千加多篇的智库洞察 四百加七 五百加小时 四百加万次播放的视频案例 国内外原创跨境案例解读 近在跨境电商案例 商机智库阿米跨境 五百加万人次播放的视频案例 五百加万人次播放的视频案例 五百加万人次播放的视频案例